主料,瘦肉100克,菜脚300克,辅量,辣椒酱油一小勺,生抽一小勺,盐一小勺,蒜米三粒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瘦肉切好备用,锅内热油爆香蒜米,倒入瘦肉翻炒,加入一勺辣椒酱油,炒好的肉盛出备用,锅内留油把菜脚放入翻炒,稍变软后加入一勺盐, 把之前炒好的肉倒回锅内,再加入少许生抽即可,烹饭技巧,炒熟肉要快速炒好盛出来,炒制太有口感也不好,菜脚也很容易熟,所以这菜很快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